家乡的年味是记忆深处的味道 是凝结在舌尖上的记忆 在太和坟台逢年过节 家家户户的餐桌上 必少不了一道美食 那就是坟台丸子 又称圆子 寓意团团圆圆 和和美美 对于太和坟台人来说 过年回家 嚼几颗金黄酥脆的坟台丸子 喝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 年的味道便在唇齿间留香 制作坟台丸子的原料为绿豆 绿豆浸泡后 首先要去皮 用磨浆机打浆 油炸成型后捞出 稍微冷却后回火 就成了弹珠大小 色泽金黄口感酥脆的坟台丸子 2020年 太和坟台丸子制作记忆 列入世级飞移 今年四十岁的钱磊 是世级飞移传承人 走进钱磊家的手工作坊 一股油炸丸子的浓香扑面而来 经过四代人的经营和传承 制作工艺日益娴熟 环境卫生更加讲究 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 前来一家守着一门老手艺 满足着无数太和人的味蕾 我们现在虽然晾上去了 我们的味道和质量 开始以前的配方 传统的味道 失种没变 保住我们丸子里 这个术碎双口 九十五岁的这个品质 本台丸子可以直接食用 但当地的人们更爱拿来煮汤 中午时分 在坟台老街上的 前家坟台丸子汤馆 烟火气十足 只见一口大锅热气生腾 丸子在大骨棒和老母鸡熬制的 汤水内翻滚 起锅盛入碗中 放上特制的辣椒油 再撒上香菜末鸡腾 一碗正宗坟台丸子汤 鲜品丸子 咀嚼时沙沙糯糯 弥漫浓浓的香气 再喝上一大口汤 汤汁的鲜香 辣椒的浓郁 轮番在舌尖上演 人们在食物中探寻幸福 也在食物中 保存记忆 虽然时代在变 但太和人 对坟台丸子汤的热爱 一如他的滋味 浓香而持久